光用大脑一时就能操控各大电子产品 闻者心动 但是需要把装置放进脑子里 你还愿意尝试吗 科技领域巨部马斯克声称 已经成功为一名四肢瘫痪的人士 植入这种脑部装置 而且初步研究显示 患者的恢复状态良好 究竟要怎么样透过大脑的一时 操控科技产品 它又算不算是黑科技呢 一起去了解 通过大脑一时来控制科技产品 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是科幻小说 或是隐具的虚幻内容 自1950年代以来 不少科学家 工程师 就针对人脑是否能和电子产品对接 也就是脑机接口技术展开研究 但人类对大脑的行为所知甚少 尤其一时如何产生等等问题都还未可知 那让人类和机器交互的科技真的可行吗 创新科技巨拨 马斯克最近就号称 已经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他与六名伙伴在2016年 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Neuralink 专注研究脑机接口技术的创新科技 历时八年的努力 他们在1月28号成功把一个五枚硬币堆叠大小的装置 透过侵入性手术首度植入人脑内部 这个宣布也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 这一项被认为能够治疗 帕金森综合症等神经系统疾病的新技术 多年来都存在伦理争议 不过研究依然在去年取得了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批准 并在同年9月正式公开招募四肢瘫痪的患者 虽然马斯克在推特中 没有透露这名移植者的详细信息 但经过好几天的观察后 移植者据称恢复情况良好 初步结果也显示 研究人员成功检测到了神经元脉冲活动 也就是电子和化学信号 向大脑和身体发动信息的细胞 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大发现 外界普遍也认为 这个新科技除了能在医疗领域发挥之外 也能应用在日常生活上 让人们大规模取入 增强人类的生存能力 所以其他社会 其他社会 其他社会 尽管初步研究结果已经是巨大突破 但这项研究依然需要至少半年 甚至两年才能看到成效 人类是否真的能实现心灵感应 一切还有待研究结果真正发布后才能揭晓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